Hahaha MING YOU BE BING MING YOU BE BING UM BING MING YOU BE BING MING YOU BE BING UM PLE KNOW dürt 이밀 好 好 我说啊 你家有几口人 老是怎么说的 洗泥包的五度昂阿拉比 他直接他说了是什么 宁闻昂阿拉比 非常好啊 是不是他前面记不住 我们可以说后边的 六口人 能记住吗 对于现居中国大陆的 一千多万满族人来说 满语满文是很陌生的 十几年前 只有一小区人自发地学习满语 当时并没有足够的老师和合适的教材 那些当年坚持学习的少数人 成了如今满语教学的主力 经过他们的努力 有越来越多的满族人 开始意识到 这门语言的重要性 这位满族青年 叫王硕 是东北师范大学的一名博士研究生 除了学生的这个身份 他还是吉林省社会科学院的一名研究员 在研究所里 他的工作是研究和整理满文满语 而一到周末和假期 他就是满语老师 他会和学生约好时间和地点 这个班人数并不多 有时会碰到学生请假 可就算有一个学生 他也要来 寒暑假的时候 他会出趟原文 坐着火车去教埋语 对 我想问他就是这样 但是出于一种礼貌或者礼节 他要发文 但这个发文其实并不需要回答 他希望得到的是一个 与他的意志相一致的 就一切都好吧 不会有人那么 就再不会聊天 都客户好了 一出门车还不高了 然后只能说 都挺好 这里是吉林省白山市 长白山脚下 这里的满族学堂 从2009年起 每个寒暑假 都会向全社会免费开放 满文字创制于1599年 是在蒙古文字母的基础上 加圈加点 形成了一种数值书写的拼音文字 满文字左向右书写 安音节可分为12字头 满语和满文高度匹配 学起来并不复杂 这是他的基本意啊 他在这里的意思就是隐身的啊 我告诉你他基本的 近十年来 从这个满语班里走出的学生 已经有几万人 班上的学生可分为三类 一类是研究青史的学生学者 一类是过来进修的满语老师 另一类是人数最多的社会群众 这一期最小的是几位14岁的初中生 很多人呢 这个在谈到满语的时候 总喜欢说这样一句话 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认定满语处于极度宾威的状态 那我认为是不太准确的 因为现在满语文的这个使用者 我们尚且不考虑这些后学习的年轻人 就是这些所谓的母语者 也不是争取父母辈的 比如说我们都知道的 黑红江省的一些春困里头 60岁以上的老人还都在使用这个语言 他们在见面的儿日常也会使用这个语言 只不过说他既可以使用满语 也可以使用汉语 三十以赖 四十斤 五十顺杂 六十几文 七十拿单 八十打分 九十五月十四 转 十一注意 数数的是什么 转 转 额目 和大多数满族人一样 王硕小的时候并不会说满语 读大学的时候 他才接触满语满文 底科生的他从那时起 转为满语研究的方向 在家里 他也给自己的孩子 进行满语母语的教育 为了让已经接受普通话教育的儿子 有兴趣学满语 王硕会在家里 贴他自己设计的满语音节表 也会和儿子经常用满语聊天 他的这个行动 也带动了身旁 几位有孩子的满语老师 他们共同的愿望 是让自己的下一代 从小满语汉语都能说 为什么这么多年我把大量的精力用在了语言的科普和推广上呢 是因为我个人对语言和文化之间的关系有一些看法 就是我认为一个民族的文化它可能是包罗万象的 但这个文化的最核心的组成部分就是语言 语言是工具 但绝不仅仅是工具 它更是一个民族文化的最核心 今天的满族经常被人说没有民族特色 没有民族文化 事实上人们没有思考这样的评价 到底它的本质是什么 满族除了语言文字在今天传承的不很好以外 满族其他的文化都存在 几千年形成这个文化 随着时代不断的发展变化 在今天的满族社会中仍然存在 语言和文字啊 就像是一个民族的一堆翅膀 没有了这堆翅膀 你这个民族是没有办法在全球化的天空中去翱翔的 一个民族一旦失去了自己的语言和文字 那么你的其他的文化也会随之消失 即使存在也不被社会所认可 因此呢这么多年我一直在做满族文的这个科普工作 当然不是我个人是和我的朋友们一起去做这个工作 因为这个工作不是某一个个人意志力能够做的 它需要大家的共同努力和积极参与 把门给开开 关省春已过古西之影 他是黑龙江人 多年前因工作原因定居成都 如今退休之后 他选择做一名满旅老师 现在坚守在教学岗位已经多难了 一我不收费 二不收礼 但是胡同我设置的课程就这些 你必须给我学完 咱们大部分能学完 在成都 每年三月到十一月 为一期常规班 学生们多为研究生和上班族 而现在尽头里的这一期满雨班 地点是在宽窄巷子附近的满猛学会 主要学生为当地已经退休的满族人 成都的满族人 是清朝入关后 从东北派来住房官兵们的后代 而宽窄巷子原来也叫满城 这里的满族后裔 从小就讲四川话 也并不识满文 关老师开班讲课后 过来学满语的人越来越多 关老师自己创制的满文销行字 是他教学中的一个亮点 人认语人吗 我获得 如果有五个职理上来 起码五年以上 来帝王平平站 夏日朝顿进皇宫 满雨汉音 魂不解 从此美味 把这个整个过程写 把一些大家熟知的故事典故和文章 用满文改笔改画 会成不同的图形 并配上汉字解释 这就是牡丹 嘎鲁代牡丹 咱们老家那块 说是牡丹花 牡丹 没说错 人家是满雨下来 给大家通过民俗的办法 把它记录下来 我这里有好多特殊 你看这个 也是玄乎俱世 把玄乎俱世几个满文字 变成葫芦 这个是把它变成个津巴奔平 因为现在不像英语 你要考试 要干什么 要有这个工作 我们到西方上 一个是我们的研究机构 另外是我们的教学机构 还有我们的那里 全国那么多自治县 自治县应该把它都用出来 把我们的满洲人才挖掘出来 这样可能更好一些 现在实际上大家都在做这个工作 我跟你讲 不要灰心 也不要沮丧 大家都在做这个工作 都意识到这个 满洲人自己做 你愿这个愿意都没用 现在是年龄大了嘛 体力肯定有些问题 体力问题尽量克服 好多东西 你干不了旁边 为民族做点事吧 中间是两个 那还满文字 核顺 两个转字 转字 然后再把它变成形 变成平形 这个平形什么呢 是天球瓶 天球瓶意思就是 天降平安 这是满鱼 这个酒店叫满鱼部落 是由几位满族人合伙经营的 这是全国第一家 以满鱼满族文化为特色的酒店 农历十月十三 是满族的班金节 班金节是满族的诞生祭明日 命名祭明日 是全族性的节日 今年新开的这家酒店 成了当地满族人 举办此类大型活动的首选 外地的满族人在这一天 也会赶来 当地人在这一天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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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